微下游为什么说谎 将炮窗婆说成炮窗神 明明超强的招式神风 在韩国却衍生出据看的炎上事件 投射作法这么复杂 全都是出自作者的兴趣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四号仓库 色谷事变来到第九集 可以说是神还原漫画 各种重现经典场景 让人起鸡皮疙瘩 剧情与作画更是一集比一集还要精彩 这部影片将会解说 许多连动画都没有播出的重要细节 炮窗神与炮窗婆的差别是什么 由于其实是圣额的武器 这集资讯量真的超大 一定要看到最后 首先就来聊聊明明 对炮窗神超精彩的战斗 这一段有不少细节上的改编 不过我想提更多 对于日本很重要 那就是炮窗神与炮窗婆的文化 特级特定疾病咒铃 可以说是目前 只有咒铃中出现最长的称呼 里面的特级和咒铃我们都很清楚 不过特定疾病 这只有在公式书中 才有解释 疾病从外部的皮肤 甚至到内在的精神 可以说是有上千上万种 而有确定病名 并且被许多人害怕的咒铃 才被冠上了特定疾病 作者借鉴下下 在最初设计这个咒铃时 非常担心如果提到 是现实存在的疾病 会对于刚好读到漫画的病患 造成第二次伤害 所以左思右想 最终选择 早在40年前就已经绝机的炮窗 中文的炮窗是一种病状的统称 而在日文就是指 已经绝机的传染病天花 接着就来更深入聊聊 炮窗神的由来 近来有不少人募集到炮窗神 甚至还被新闻报道 天花是在西元735年 因为政治与贸易传入日本 只要透过空气就能传染 会发烧头痛 长出许多水泡皮疹 也就是在这集动画中 明明宇宙林皮肤上的模样 在当时医学不发达的时代 死亡率接近三成 患者全身长满笼包恶心的模样 在古人的观点来看 简直是被鬼附身 再加上天花开始盛行时 恰好与坚援道真 被贬观的时间点重叠 所以不少传闻提到 这一切都是由坚援的怨灵所引起 在那时贫穷的时代 患者无法看病治疗 开始祈求上天 最终将天花神格化 日本各地逐渐信仰与击败炮窗神 觉得自己虔诚就能避免患上天花 甚至还可以消灾解恶 要说最夸张的就是 西元1875年 不少过于迷信的平民说 自己亲眼目睹炮窗神 最终还被新闻报纸大肆宣传 接着我们回到咒术回战的剧情 尾下游口中说这是炮窗神 但是在漫画的附录中 有提到他是刻意说谎 其实咒林是炮窗婆 这个目的可能就是要让明明 误判咒林的强度 虽然说不是有多重要 但如果没看漫画 基本上就连观众也被蒙在鼓里 这里我就来解说什么是炮窗婆 大家就会知道神与婆的差距有多大 炮窗婆是由江户时代作家 只也真个所创作的怪摊 内容是在描述当时天花盛行 死者大量增加 而他们的亲人担心 会有盗墓者或是野狗将尸体挖出 于是就纷纷放上大石头 重压在坟上 不过即使岩石有多重 都会被挖开 尸首也不翼而飞 而有人亲眼目睹 身长300公分 红脸白发的妖怪 将橄榄天花的死者吃下 这就是炮窗婆怪谈的由来 其实看到这里 大家也会知道 炮窗神与炮窗婆有很大的不同 炮窗神是全世界人类 对于天花的恐惧 而炮窗婆是仅限于日本的传闻 我想神肯定是比婆还要更强大 为夏游特地说谎 可能就是为了吹牛骤灵的强度 另外炮窗婆是小说怪谈 这感觉也非常类似于夏游杰在怀孕片中 放出的都市传说假想怨灵 猎嘴女 毕竟都算是不存在的虚构谣言 当然这个特辑骤灵的领域展开 也是有各种炮窗婆的典故与考究 四周变成古代乱葬的墓园 一瞬间就把明明关进棺材中 更可以看到避免被盗墓的巨石 而最终就是换上天花死亡 这恰好与炮窗婆盗墓的过程刚好相反 而动画组更原创 从墓地伸出的手 仔细看也会看到炮窗 做这部影片我也才明白 仅仅只是出现一下戏份超少的宙林 作者接见就给他如此多的细节与考究 接着聊一下改动的部分 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明明性感表情上的调整 在漫画中是兴奋享受战斗的迷人笑容 不过动画里却改成没有瞳孔 呈现明明如同鬼神 当他破棺材而出 本来只是站在原地应战 不过动画组却改编成 明明带悠悠远离躲在墓碑之后 虽然是在领域中 数十十必中这样没有太大的意义 不过却是一个细微巧妙的改编 让剧情更有时间解释炮窗神的领域 就像在漫画中被关进领域的乌鸦只有一只 动画组超贴心直接改成两只 将其中一只被关到死 让观众彻底理解领域的效果 其实这一段剧情 在韩国掀起聚看咒术的事件 明明超强的招式 在中文和韩文都翻译成神风 如同名称是源自于 自杀式袭击神风特攻队 尽管是一个非常强烈有力的术士名称 不过这背后其实是非常敏感 具有争议的话题 神风特攻队是二战末期 日本即将战败 于是让年轻士兵驾驶装满炸药的战机 冲向敌方的军舰 就常为了提高战机速度 只加了单烫的油 所以即使是害怕想要回头 也根本无法存活 这摧毁不少美军的军舰 更导致大量官兵的死伤 以一命换一件的做法 被国际批评是狂热的帝国主义 直到今天神风一词依旧充满争议 这也才让韩国网友炸锅各种狂骂 他们说宗述是在宣扬帝国主义 从此俱看 当然日本网友也回嘴 假如分不清现实与漫画 干脆就不要看等等 而神风这个招式 在日本则是有些微妙 神风的日文应该是kamikaze 而漫画中的片假名 却以美国一样 是用鸟籍birthstrike 这或许就是借鉴 担心造成争议 所以才改用鸟籍的原因 我个人觉得看动漫是余热 剧情也没有到刻意影射 感觉是没必要到这么严肃吧 接着就来聊聊 这一集正式登场的角色 特别一级术师 AKA产院当家植皮人 他的特别一级术师到底是什么 其实有不少人猜测 这是介于特级与一级之间的等级 不过事实上特别一级的意思 就是高专以外的术师 并且实力达到一级 就当高专有无法应付的任务 就会高额聘请产院植皮人 就像这次的色谷事变一样 只不过植皮人一开始喝酒白烂 这单纯就是想看五条家陨落 另外在漫画中的这一段剧情 并没有解释太多投射奏法是什么 让少部分的读者已知半解 完全搞不懂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术师 而动画组简直就像听见观众的心声 特别将术师解说提前 并且用超级容易懂的方式说明 我这里就精简成两句话来解说他的术师 残院植皮人要向分镜画师 先规划好一秒24格的行动并且照做 就能达到仅次于五条的高速 当然还是有很多的束缚与限制 其实投射奏法非常特别 在咒术全盛期的平安时代并不存在 公示书中有提到 这是随着时代演进 在影片与动画出现后所衍生的术师 另外这也是自称阿宅的借鉴下下 对于24格动画的兴趣时然 在漫画中的附录中有提到 植皮人用术师不断攻击 这其实是为了阻止 陀庚结出领域的首映 但是最终陀庚还是在自己的身上 成功画出咒映展开领域 接着瞬间画面的色调全变 场景来到阳光沙滩只少了比基尼 说真的这一季的光影氛围 真的呈现得非常出色 即使是看过漫画 依旧会有许多惊喜感 就连作者借鉴在观后谈中也有说到 这一集人物的轮廓 以及剧情的节奏 品质超高 让自己不禁开心到笑了出来 另外还真心感谢 所有作画人员的努力与付出 顺带提七海感觉迈出愉快的步伐 明明依旧非常拿手的舞弄俯头 如果真的要说这一集最可惜的地方 那就是扶黑用领域打破外部进来这一段 在漫画中其实是有台词 喊出领域展开的招式名称 不过动画却省略了这超重要的台词 虽然一看就能懂是领域的碰撞 不过就是少了那么一点 我最爱中二热血的味道 另外他在这一集绝对是MVP 假如不是扶黑会打破驼更的领域 所有素师肯定全灭 这让我印象深刻值得一提的 就是他说出自己会赌上性命 但是不会舍弃性命 在过去的他总是会想牺牲自己 换取同伴的生命 在这一集彻底让我们看见 扶黑会这个人物实力与心理上的成长 另外补充珍惜所使用的油云 最初其实是圣额的特级咒剧 时间轴是这样 五条手刃圣额 武器库咒铃被下游节所吸收 而五条又手刃下游节 最终动用全力油云才辗转到珍惜的手上 话说这个咒铃是不是瘟神 只要拥有它主人就会被五条杀死 在动画第一季中 珍惜曾经说过使用油云会很不爽 原因就是会想起被下游节打趴的回忆 这一集动画的尾声 甚而从外部主动进入领域 这个剧情超反转 以及神还原漫画 让我看完这集之后 还不断重刷这一幕 最后咒素的更新 可以说是我每周最期待的事情之一 看到动画组超大爱的改编 都是非常棒的享受 最后如果大家觉得解析影片不错 可以按赞又或是留下超级感谢 都是对四号仓库非常棒的支持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哦